云林县养殖乌鱼的面积超过150公顷 是全国乌鱼籽产量最高的县市 为了推广在地优质的乌鱼籽 云林区渔会举办推广活动 不只有食鱼教育 市集还有乌鱼籽品尝等等 渔会也邀请民众一起来吃饭桌 县长张立善也邀请全国民众一起来云林县 吃全国第一的乌鱼籽 享受在地好滋味 请民放 为了推广全国最优质的乌鱼籽 云林区渔会在这天举办乌鱼籽的活动 邀请全国的民众一起来参加 当中有食鱼教育市集等等 也让大家享受乌鱼籽料理 让来游玩的民众都能品尝到在地最新鲜的乌鱼籽 你感觉今年乌鱼籽怎么样 好吃 赞 我来给你煮我是红楼煎 红楼煎 对对对 真的要乌鱼籽赞 赞 大家来吃乌鱼籽赞 乌鱼籽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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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棒很棒 我第一次参加乌鱼籽 真的很棒 而且他们卖的鱼也很便宜 一只才50块 我们要拧牌都拧不大 远鱼区渔会举办乌鱼推广活动已经17年了 不只是推广在地最赞的乌鱼籽 也让许多渔民来到渔会交流学习 为远鱼献产出全国冠军的乌鱼籽 我们本年区渔会 我们的一年一年多的乌鱼籽赞 已经迈入队17年 没有政府的支持 和我们地方的共同努力 只靠担一个国民 我们要把三业拉抬起来真的很困难 近年的乌鱼籽大家都做得很好 拼一年再比一年更好 所以说感谢全国 我们全新国第一的爱好者 对我们本年区渔会的乌鱼籽的爱好 感谢 县长张立善也表示 二鱼县是全台湾乌鱼籽产量最高的产地 县府也会持续推动相关的政策跟建设 不只是保障渔民的权益 也在未来能打造更好的养殖环境 我们整个乌鱼籽的养殖超过153公斤 可以说全国民族最大 当然我们不断技术在提升 整个拼击也在提升 我们所有的农居民 它的宽力和福利 不只是我们需要 我们的区域会 需要我们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 通力合作 改善我们整个养殖的环境 也会提升我们养殖的养殖 这是我们的这些 包括我们农业厅 也都会用心用力 对我们的农居贵 我们的农居民 所有的管理 我们都会尽心尽力来协设 云林县的物鱼籽产量 不只是全国第一 品质也是全台湾的冠军 欢迎全国的民众纠团 来到云林县游玩 也一起来享受 云林县海口最赞的好滋味 记者陈佳生采访报道